《思決夢惠》 Ben 謝謝你們來沐城 現場的演出真的很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过了两年现场音乐终于回来了 等一下 你们两个人认识 我们两个 我们是通过SGSW 我写我的歌创作节一起认识的 说到这个创作节 Ian你今天还会再参加吗 听说今年的SGSW 会恢复线下的公开发表会 和鸭球演唱会哦 其实可以在专业的舞台 还有音响设备下 和一个现场的乐队演出 我真的很心动 我真的很想再尝试一次 再参加一次啦 再赢一次 那你们应该问问 已经赢了两年的 那位了 没有啦 幸运而已啦 可以得到评审们的青睐 你们知道吗 过去五年来 报名SGSW的创作者认数 已经接近1400位 而且收获的作品 已经超过1700首了 所以说就算没有得奖 有入围已经是肯定了 我同意 但是如果你能获奖的话 你的作品将会录制成 专业的MV和单曲来发行哦 哈 艾尔登 对不起 你知道吗 过去发行的22首MV和单曲中 有两首是我的 我那一届就是少录的那个MV 我是多么的羡慕你们啊 其实不只是MV耶 SGSW主办单位也很积极地帮创作者 寻找合适的合作机会 不是有好几首电视剧主题曲 是我们的作品吗 然后我也很荣幸去年在 新浪2021的舞台上展现我们的作品 进展音乐的才华 原来还有那么多户序的机会啊 不仅如此 去年SGSW还把我们的歌曲推广告 中国的抖音平台 其中首歌曲的播放率 达到1600多万的观看次数 1,000万 几个0 16 Million Band 真的很感谢有新加坡华族文化 仲心跨越奖这个奖项 你们的歌曲 柔合那么多多元种族的特色元素 绝对实至名归 全感谢健兴 为邀请我来 去唱歌曲 你的每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是我们在等你 对不起各位前辈 你刚才说你在等谁 我才听青花词了 天青色等烟雨这句话 真的太有画面感了 这么看来你应该参加 今年的SGSW 因为今年的SGSW 我们邀请了两位 殿堂级的导师 亲自来授课 第一位是方文山老师 第二位是吴大卫老师 不但如此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还增设了不少课程 给所有的参加者 其中一个课程就是 舞台魅力训练营 诶 Bro 我很好奇 你这么这么清楚 大家好 我就是今年SGSW 我写我的歌 2022的创作节 大使 Ben 范田庚 感谢音乐 让我们再一次的相遇 请踊跃参与投稿 大使 大使 那今天的投稿日期 是什么时候呢 作品征求阶段 现在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作品 我想知道更多的相关资讯 可是要去哪里找呢 更多相关资讯 请查阅视频结尾的资讯卡 或浏览SGSW的官方网址 SGSW 2022 你的音乐应该让全世界听见 未来的流行音乐推手 也许就是你 我写我的歌 你呢 我写我的歌 每个音 每个音 让世界听见